第四個字幕 由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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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現在最後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算了很多看起來很複雜的公式 那它有哪些可以再繼續探討的東西 首先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們上次算的是有一個入射波 一個斜向入射 然後這邊有一個穿透波 然後我們看的是這個垂直偏極化 垂直偏極化就是 我的入射波的方向往這邊轉化 電場 電場是在垂直於這個入射平面上面 就是垂直於黑板的這個平面 所以我們最後算出來什麼呢 算出來這邊有γ 這邊有 τ γ就是反射波 然後這一個穿透波 那γ等於什麼呢 這個γ垂直等於 我們把它超一下 所以我們要加ε2 乘以cos c i 減掉 ε1 cos c t 除以 那這裡面這些角度是 這個是入射角 θi 那這個是θ 反射角也等於θi 所以θr就等於θi 那穿透角或是摺射角 等於θt 那大家如果看一下這個 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分母是兩項相減 所以有可能在某一些條件之下 這個兩個相等的話 就減出來分子就變成0 所以分子等於0 就是γ會等於0 γ等於0就是沒有反射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 好像會有這種可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它的反射會等於0 所以我們要探討就是說 我入射波 以什麼樣的角度 入射進來的時候 它會沒有反射 所以就是我們要講的 這個布魯斯特角 布魯斯特角叫做θb 就是布魯斯特角 那個b開始 所以我們假設在某一個特定的角度 這個角度叫做布魯斯特角 這個角度是什麼 是入射角 大家記得這個布魯斯特角 是入射角 假設這個入射角 在這個特定的角度之下 加一個垂直 比方說是針對垂直偏極化的入射波而言 電場的方向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滿足θ2cosθb垂直 這個θi等於θb的時候 如果這一項等於這一項 就是分子的另外一項 cosθt 那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γ的垂直會等於0 就是no reflection 這是它基本上的這個 我們要探討的現象 那再下來就是 那到底那個 特殊的那個入射角 θi或是θb 到底等於多少 假設我告訴你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 1,1,2 相對應到的那個布魯斯特角是多少 就在下面要來算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找某一個 這兩個會相等 所以這兩個相等的話 所以現在這是我的入射角 這是什麼 這是所謂的折射角 那入射角跟折射角之間的關係 是由snowslow來決定的 對不對 所以根據snowslow 就講義的下面這一項 根據snowslow 這個cos 這個cos 好,我寫一下 16時候告訴我們 這兩個角度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cos 比方說cosθt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這一項 cosθt 會等於根號 1減掉sin平方 θt 這是簡單的三角函數的關係 那sinθt 就是由snowslow 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根號 1減 所以sinθt 那我們知道 n1 sinθi 或是sinθb 會等於n2sinθt 所以你這樣子去算一算的話 這會等於n1除以n2的平方 這邊有一個平方 所以n1除以n2的平方 乘上sin平方 θ 原來應該是θi 入色角 那我們現在假設的入色角 是我們要求的布魯斯特角 那根據布魯斯特角定義 所以這項會等於 所以cosθt要等於多少呢 應該要等於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把它除過來 這要等於θ2除以θ1 所以cosθb 隨值 所以我們最後就得到一個 這個式子會等於這個式子 那這裡面全部都只有θb 這個布魯斯特角 不管是sin或是cos 所以你可以把兩邊平方之後 然後再利用這個關係 最後可以解出來sinθb或是cosθb 原則上是這樣 那這裡面當然 n1 n2 n1 n2 比方說n1等於根號epsr 其實你應該把那個 完整的那個 n1的那個式子帶進去 它其實跟epsr跟mu都有關係 所以n1跟n2的 跟mu跟epsr的關係帶進去 然後1,1,1,2也是一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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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也是一樣 針對垂直偏極化而言 會等於這個式子 1減掉mu1除以mu2 平方分之1減mu1除以epsr1 那這裡面我們沒有特別假設說 mu1,epsr1,mu2,epsr2 要等於多少 或是它是什麼樣特定的介質 所以這邊mu跟二種都是general的 可以被允許的情況之下的任意的數值 所以假設我告訴你 介質1是什麼 你就可以去查 mu1又說完 介質2是什麼 去查一查 然後把它帶進去 你就可以去算 這個 那個求出來它的那個角度是多少 所以這個數學的過程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那在我們還沒有真的把實際上的例子給大家 然後把真正的數值帶進去求這個角度之前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 就是講義的這一頁 上面的空白的下面 這個括號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前面有講過 大部分的物質都是非磁性的物質 那非磁性物質就是 mu1,mu2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就是mu1,mu2,mu2,r 約等於1 所以差不多的意思就是 你這個分母其實非常趨近於0 反正就是很小 那很小的意思你取了一個導出來就很大 可是我們知道sin會是小於1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看這個式子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基本上會趨近 就是這一項會趨近於0 然後這一項就會趨近於無限大 那無限大就是沒有解了 沒有解的意思是什麼呢 沒有解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針對這種偏極化的入色光而言 入色電磁波而言 我任何角度進來 任何角度就在0到90度之間的入色角進來 其實都會有反射 在大部分general的非磁性的 兩個介質的介面上面 OK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個結論 所以這個是我們針對垂直偏極化所講的部分 那在下面就是同樣的這一套過程 從你把這個圖開始畫 可是我們去看什麼呢 去看如果這個時候我的電場 我們剛才講說我們原來是算垂直的 電場是這個方向 那可是我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 比方說我電場是這個方向 就變EI平行 所以同樣的 你可以把同樣的過程 EI平行 然後你HI 就寫出來 然後有反射波的電場磁場 穿透波的電場磁場 也是一樣 三個波動 然後你就把在 左邊的介質儀裡面 的入色波加反射波的總電場 總磁場加起來 然後 右邊就是只有穿透波的一個電磁場 然後你求在邊界上面 這兩個電磁場的 Tangential Component要連續 所以也是一樣 同樣的一套過程 那個過程我們就不寫了 不再講一遍了 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那個數學的過程 看一下課本的敘述就可以了 那大概最後 我們還是一樣會得到一些結論 我們看一下講義 第一點就是說 角度方面還是一樣 角度方面還是有入色角等於反射角 然後這個入色角跟 所謂的折射角之間 或是穿透角之間的關係 還是有同樣的 這個Snow Slow來決定 因為這個角度是由 我們前面講過的 相位要匹配的觀念來看 相位匹配 這件事情跟我電場 到底是在哪一個方向 是沒有關係的 相位匹配 純粹是在講 我任何一個十變的電磁波 比方說在介面上面 相位的分佈 或是所謂的周期性的分佈 要互相要匹配 就是這三個波動 彼此之間的那個周期 必須是一樣的 那你這樣才能夠 定義出一個 一個Well-Defined的一個周期 在這個介面上面 所以那跟你 電廠或是市場 在什麼方向沒有關係 所以角度方面 是跟另外 我們前面講的 垂直偏激化是完全一樣的結論 那同樣的 你可以把那個過程裡面 去解出來 假設已知入色波的正幅 然後你取入反射波的正幅 等等的 你就可以定義出 穿透係數 反射係數 公式在講義上面 我們就不超一遍了 那同樣的 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也可以探討 針對平行偏激化的反射率 或是反射係數 它的布魯斯特角 這個我們下面會看到 所以這個平行偏激化這個部分 這樣可以嗎 大家回去請翻一下 課本相對應的這些數學的過程 那同樣的觀念也是一樣 布魯斯特角就是針對 我平行偏激化的這種入色波而言 他在 θi 等於這個特定的θb平行的時候 γ平行要等於0 然後大家如果對照一下上面的那個是γ平行要等於0 就是它的分子要等於0 分子要等於0 意思就是說 ε1ε2 然後兩個入色的角度 入色的角跟穿透角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呢 如果要等於0的話 要滿足這個ε2cosθt- 這邊應該是θi 可是θi等於這個特定的角度 那同樣的這個是入色角 那入色角跟穿透角之間關係 用snow slow帶進去 這個過程跟剛才一樣 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經過一些計算 可以得到sine平方θb平行 所以其實就是把這個公式裡面的μ換成ε ε換成μ OK 原則上是這樣子 1減掉ε1 所以我們說這兩個式子其實就是μ跟f互換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要背的話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我們剛才講說如果是垂直偏極化的話 如果是垂直偏極化的話 如果是垂直偏極化的話 分母會趨近0嘛 所以你解不出那個角度 可是對平行偏極化就不一樣 平行偏極化 ε1、ε2基本上 第一個他們跟大部分的物質都有不一樣的界電的特性 所以ε1會不等於ε2 而且ε1跟ε2一般來講 不會說非常靠近1 所以你自有可能把它解出來這個sine平方會等於小於1的某一個數字 那就說那個角度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來下面來解解看 所以同樣的我們還是假設說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這個介質一介質的都是非磁性的材料 所以μ1要等於μ2 假設他們都約等於μ0 然後你把那個消掉之後 那你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sinθb要等於這個μ消掉之後會變成 然後再開根號 它開完根號就是1加ε1除以ε2 那如果你把這個三角函數稍微去畫一下 或是你可以另外寫一個 你如果去算它的 這個是sinθ等於這個 其實你可以去算tanθ等於多少 因為sinθ就是一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跟它的那個角度的對面的那個邊的比例 那你用那個比例下去算的話 其中這裡面兩項有一項是它的另外一邊 所以如果你去寫tanθb 然後其實tanθb 或是θb會等於tanθ多少呢 剛好是根號ε2除以ε1 那根號ε應該正比於n 所以基本上這個東西是解的出來的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結論 就是對於垂直偏輯化幾乎是找不到布魯斯的角 然後對於水平偏輯化基本上是可以找到這個布魯斯的角 這個結論 我們如果用一個圖示來看的話 會怎麼樣 現在假設 因為這兩個東西都跟反射 所以我們如果不看那個穿透的部分的話 所以假設我有一個入射波 那我們知道因為通常入射波 這個 一般來講 假設我們說那個可見光好了 一般來講可見光像這種燈發出來的光 或是像太陽光等等 它基本上它的偏輯化基本上是一個random的狀態 也就是說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垂直於某個特定的方向 就像我們說前面畫的好像全部都垂直黑板 或是全部都跟黑板的形形 沒有它是這兩種都有 而且它們之間的比例的關係其實是random的在變來變去的 不是特定的偏輯化的狀態 所以我們假設說任何一個入射波 不管它是random的或是不random 假設這裡面包含兩種偏輯化的成分都有 也就是說我這裡面 入射波這裡面包含了垂直的成分 包含了平行的成分 然後它以這個角度入射 那反射波裡面會有什麼呢 反射波裡面這個成分就沒有了 所以反射波裡面就剩下這個成分 當然如果你要去討論穿透的話 穿透波 大家如果看一下那個講義的tau的那個係數 那個tau的係數那個分子基本上就一項而已 所以它不會等於0 所以這裡面穿透的部分還是會有這兩種成分都在 所以我們主要是看這個部分 所以我如果入射波裡面有兩個 不管是你可以產生有兩個偏輯化成分都存在 或是說你能夠取得的光源就是有這兩個存在 你一開始沒有辦法把它區分的話 那有種方法是怎麼樣呢 你就去讓這樣子的一個光源 經過一個界面 界電池的界面的反射 然後如果你調整這個角度對的話 那你的反射波裡面就只有單純的垂直偏輯化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後面做實驗 你是需要用到有一個特定偏輯化的成分 來做後面的實驗化 一種簡單的方法是用這樣子來做 所以這個觀念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那最後我們把八支36頁最下面那個 最上面那邊有三個說明我們再講一下 那前面第一條基本上就是 你把那個數學式這樣斜一斜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們就不看了 那基本上第一條的那個式子還是從邊界條件來的 那第二點 所以我們現在 就比如說看到這種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假設一個入射波裡面 有兩個一樣大小 就是那個正幅一樣大的 兩個不同偏輯化的狀態的成分都在裡面的話 那我的反射波 如果大家真的去把數字帶進去算的話 比方說它的那個反射係數啊 或是穿透係數啊等等的 那我們現在如果只看反射係數的話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就第二行的部分 第二行的部分就是 除非在正向入射的時候 因為正向入射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垂直偏輯化平均偏輯化 這兩個就一樣了 在正向入射的時候 γ就是這兩個公式會一樣 可是除了正向入射之外 其他所有的斜向入射的情況 這兩種偏輯化的入射光 它的反射係數跟穿透係數都會不一樣 OK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都不一樣之外 我的那個垂直偏輯化的那個成分的反射率 都會大於那個平行偏輯化的那個成分 所以我們再找個地方畫一下好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那個入射角畫出來 入射角就從0到90度 然後你把那個γ 對 把那個γ的那個大小畫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邊會有一個特定的角叫做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們知道0度的時候是正向入射 所以正向入射有某一個支 然後開始你變斜向入射的時候 開始會變小變小 然後趨近於這個布魯車角的時候就變成0 然後會開始會變大 因為你後面越靠近角度 好像就是一個幾乎沒有反射現象的這種入射的角度 所以那個反射回去的那個功率還是很大 所以這個γ去近1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畫的這條就是γ平行 那那個第三行講的就是說 除了在這點跟這點之外 我們如果把那個垂直的部分畫出來 大概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黃色的是這個γ垂直 它都會大於γ平行 就是第一個 不管你帶那個ETA1、ETA2是多少 帶進去基本上都會有同樣的現象 那那個下面有兩個小箭頭 第一個就是說 unpolarized incident unpolarized這個字是什麼 就是沒有特定的即化的方向 那這句話包含了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這個入射波裡面 垂直即化跟平行即化 兩個成分都存在 然後一般來講 這兩個成分彼此之間的關係是random的 那除此之外 這兩個成分的power 是一樣的 平均的power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unpolarized 就沒有偏極化的狀態的入射波 那我們知道 也就是說 平均來講 我的垂直偏極化的電廠的正幅的平均值 跟水平偏極化的電廠成分的平均的正幅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反射波裡面的 這兩個成分相對的大小就可以用γ來表示 所以我們看在這個例子裡面 如果是unpolarized的話 我反射波裡面 不管是在任何的角度 這一項一定會大於這一項 也就是說反射波裡面的垂直偏極化的成分 一定會大於水平偏極化的成分 所以我說反射波裡面就有比較多的能量 是出現在垂直偏極化的成分裡面 所以那個就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我們叫做部分偏極化 所以它原來是沒有偏極化 兩個成分都一樣大 然後經過反射之後就發現 其中一個會變得比較大 就叫做部分偏極化 而且部分偏極化裡面的大部分的能量 是在垂直的方向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的現象 當然在這個特定的布魯斯特角之下 水平偏極化就完全是0 只有垂直偏極化而已 那這個有一些現象 等一下我們有一些圖放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最後有一個問 八支十五那個立體我們就不講了 因為基本上純粹就是 大家如果知道什麼是布魯斯特甲 然後知道什麼叫平行偏極化 什麼叫垂直偏極化 你就適當的帶算出來的 γ垂直就是γ平行 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什麼特殊的 其他的那個物理的現象沒有講到的 下面有一些所謂的 這個偏極化 在一些應用上面 或是一些日常生活上面的現象 給大家舉一些例子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稍微 不要覺得電磁學太抽象 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用到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偏極化裡面最重要的應用 對一般的大眾來講 這個是LCD螢幕 大家知道現在的電腦螢幕 或者是手機螢幕 基本上這種平板 就平的這種 平板的螢幕基本上都是 也不是說百分之百 可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都是用LCD LCD叫Liquid Crystal 叫液晶 液態的晶體 原則上是怎麼樣呢 螢幕真正跟光有關的部分 或是跟我們要講的那個 偏極化有關的部分 是這個部分 這個叫面板 那面板這邊 旁邊有些控制的電路 控制的IC 連到電腦上面 這是比較控制電路部分 下面這是一個光源 光源就是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平板 因為這整個東西 最後弄出來後 就像一個扁扁的東西 那這扁扁的東西 後面有一個光源 那這個光源會把光往上打 那你的人的眼睛是在上面看 那這裡面就 所以你看到的其實是這個光 光源的光 透過這個LCD面板之後 到底能不能夠透過它的一些 on跟off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個面板就是一堆 有人把它叫做光開關 開關就是說 假設你這邊的控制訊號 讓這個on的話 可能這個光就可以通過它 如果讓它off的話 可能光就通不過它 那你要顯示一個畫面 不管是幾乘幾的畫面 你就適當的控制 你就去適當的控制 這個整個畫面裡面 比方說這個pixel是白的 它就是on 或是它有RGB三個pixel 就是RGB通通要on 所以就是混出來就是白色的 那如果是黑的呢 就是全部都off 你就看不到 那如果是藍色的話 就是藍色的pixel要on 那其他兩個顏色 就把off出來就變成藍色的 所以基本上 你的那個控制 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面板 基本上是一個 決定光 可不可以通過這個Local的pixel 的一個開關 那它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對 然後這兩個 所以中間基本上 就是一些液晶的材料 填充在這個地方 然後上下這是兩塊玻璃 真的是玻璃 但是這個玻璃不是像窗戶的那種 那玻璃就比較精密 而且它做得很薄等等的 那在玻璃上面 你就要去做適當的電極 然後一些適當的 基本上這邊有電晶體 電晶體大家知道 可以做開關嘛 所以開關 你可以在這邊加高電壓 或是加Ground 所以你就可以決定 假設這是一個pixel的話 這pixel裡面 到底有沒有電場 那電場 有沒有電場會決定 基本上是它最後決定 你的光可不可以通過它 可以嗎 這個基本上的原理 那這跟計畫有什麼關係呢 剛才我們假設 這是其中的一個pixel 你把它拿過來看 我們剛才講 這是玻璃嗎 這是玻璃 可是在這個玻璃的 然後在玻璃中間 就充滿了液晶的分子 像這個磅狀 圓錐狀的東西 其實就是液晶的分子 那你用一些適當的方法 你在做這個面板的時候 用一些適當的方法 讓它適當的排列 那比方說 就是你從這個 這個光是反過來 假設我是從這邊開始到這邊 然後最靠近這個玻璃的地方 它會沿著這個方向排列 這邊有一些細線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話 它會沿著這個細線排列 那可是你下面這一塊 下面那個面板 在這個pixel的地方 你把那個細線的方向轉90度 所以這個 在這個面板附近的分子 會沿著這個方向排列 那這兩個方向互相成90度 那中間呢 中間它這個液晶分子 就有某一些特性 它就會想要跟零近的分子 要同樣方向排列 可是因為你這邊是 比方說零度這邊90度 雖然說它想要變成零度 可是它最後要變成90度方向的話 所以它中間會慢慢這樣 好像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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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過程裡面 那個角度會慢慢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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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從零度轉到90度 所以在你還沒有加電壓之前 或是所謂這個pixel 如果是off的話 是這個樣子 那除此之外 這是液晶 那除此之外 在玻璃的外面 基本上要貼了兩層 這個叫做Polarizer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話 就看一下 如果看不到的話 Polarizer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Polarize 就是極化的方向 所以Polarizer 就是去把一個什麼東西 給它產生一個特定極化的一個東西 一個裝置 實際上它是一片薄膜 等一下後面有一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一張塑膠膜 有點像 就像你們去買便當有沒有 有些便當上面的蓋子是透明的 類似那種透明的塑膠膜 厚度也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不過它顏色是有點灰灰的 大概只有50%的穿透率 所以那是一個透明的塑膠膜 半穿透的塑膠膜 所以這邊貼一張 這邊貼一張 那這個Polarizer 有什麼作用呢 這個Polarizer 它本身 雖然你看起來是一張塑膠膜 它裡面有一個internal的方向性 那個方向性 就決定了 所以假設我們說 這邊是一張 塑膠膜 Polarizer 塑膠膜 假設說 它裡面的方向性 是這個樣子 朝上的話 那這時候我的光 這樣子入射過來 垂直的入射 打到這個Polarizer 就像這邊一樣 光是垂直 對Polarizer 人 光是垂直的入射 垂直入射裡面 光的電場 可能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這個方向的電場 另外一個是這個方向的電場 那假設它裡面的內部的方向性 是朝上的話 那就只有這個方向的電場 會通 只有這個方向的電場 或是Polarization 成分的光波會通過 那這個方向的電場的光波 它就不會通過 所以我的入射光 基本上可以是一個沒有Polarized 的狀態 Unpolarized 狀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它下面其實有一個光源 那個光源基本上是 類似日光燈管之類的 或是像LED之類的 它基本上是沒有極化的 所以你必須先讓它通過之後 然後產生一個特定 所以跑到這個後面 或是像這邊 基本上如果入射光是沒有偏極化的話 那你一下來之後 其實一通過這個 它的極化方向 就變成單一是這個方向的極化方向 所以第一個 它用這個 所謂的第一個 這叫偏光片 偏光片 讓你在液晶傳播的過程裡面 那個光的狀態 是一個特定的偏極化的方向 那一旦它通過這個之後 然後再通過玻璃之後 它就穿過這個 一層一層的液晶 那這一層一層的液晶 液晶的那個分子的方向就會這樣旋轉 所以 如果你去算一下 它中間的一些數學 還有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去算一下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光 原來它的極化方向 可能類似這個斜線的方向 那可是在 從這裡傳播到這個過程裡面 它光的電場的方向 就是它激化方向 會順著液晶分子的方向 會旋轉 然後最後 轉到最下面 碰到下面這個電極的時候 因為下面這個電極的液晶分子方向 是90度的方向 所以這邊光的那個方向 隨之化的方向 就跑到這個方向來 那同樣的 你在這邊再去貼一張偏光片 那這個時候 以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這個偏光片 上面 我們講說偏光片 本身有一個 內在的一個方向性 所以上面的偏光片 上面偏光片的那個方向性 就是 就是這個方向 就是這些 橫的 藍線的方向 可是下面那張偏光片 你就要把它貼的方向性 是這個方向 所以對這個例子而言 我的光要穿透 要跑出來的時候 人是在這個地方看 那這個時候 光的 電廠的方向 剛好跟偏光片的 裡面的那個方向性是一樣 所以它可以穿透 所以這個pixel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是暗的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白的就是白色 如果是 藍的pixel 它這邊就可以看到藍光 這樣可以嗎 簡單的 現象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叫off 這個off是指 電上面的off 就是我沒有加電壓 可是對光而言是on 那如果說我在這邊加了電壓之後呢 我 電上面的control讓它on 那這個時候 在這邊就有一個電廠 那這個電廠會讓這個液晶的分值 它原來是水平的 這個長條狀的分值是水平的 處於水平的位置 只是它水平的那個方向會旋轉 可是當你一加電廠之後 它就會變成 這個棒狀的東西 就會變成垂直的方向 順著你外加的電廠 這個電廠不是電波裡面的電廠 是你外加的那個電廠 所以它會順著電廠方向 還是變成這樣垂直排列 那垂直排列你的光進來的時候 它就不會沒有看到這個分值旋轉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光從這裡跑到這裡的過程裡面 光的偏激化 光波裡面的電廠就不會旋轉 所以到了下面之後 光的電廠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跟下面這個偏光片 它的那個內在內部的那個方向性 剛好呈90度 那根據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呈90度的話 在這個例子裡面 光就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就光的角度圓 這是一個off的pixel 如果一個人在後面看 這個pixel就是亮的 這個pixel就是暗的 所以這個是 極化 這個電磁光波 就是電磁波的一種 它的偏極化在日常生活裡面的應用 OK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所有的LCD螢幕 你看到的光全部都是偏激化的光 可是你眼睛分不出來 因為人的眼睛沒有辦法偵測光的偏激化 它可以偵測光的強度 可是沒有辦法偵測電廠的方向 所以這張圖就是某一個螢幕前面照的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偏光片 就是一張所謂的塑膠膜 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就這張塑膠膜灰色的 然後這邊是用斜 擺這個45度的方向擺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偏光膜的方向性 我們前面講內部的方向性 是用這個箭頭來表示 所以偏光膜擺在螢幕前面是這個樣子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偏光膜的大小在哪裡 它的邊緣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其實是沒有被偏光膜蓋住的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角落的強度 跟這個角落的其他地方強度通通都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的螢幕本身發出來的光在這個地方 螢幕發出來的光 透過偏光片之後 發出來的光是這個區域 那這兩個區域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 我這螢幕發出來的光的偏極化的方向 剛好跟這個45度的方向是一樣 所以它都可以幾乎百分之百的通過 所以你看不出那個差異 可是我們如果把這個地方 這個角落把它放大一點就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如果你把這張偏光片轉90度 就轉到這樣子 所以原來的方向性是這個方向 後來的方向性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 這兩個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地方是沒有被蓋住的 所以這地方發出來的光 它的極化方向 按照我們剛剛的實驗應該是這個方向 可是這個偏光片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所以剛好跟它垂直 所以這個地方 在左下角的這個例子 這裡面 這個地方就會完全被蓋住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黑的 這樣了解嗎 現象上面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這張圖 其實有另外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螢幕嘛 螢幕有些開關 開關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燈 有沒有一個綠色的LED燈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或是 我們就講這LED燈 那這兩邊都有兩個LED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這個 不管是擺這個方向 或是擺這個方向 其實這兩個LED燈的亮度 是差不多的 那LED燈是 是放在這個偏光片的後面 所以是LED燈 它那個光出來之後 綠色的光出來之後 再通過這個偏光片 然後才被我們相機照到 或是被眼睛看到 所以這兩個強度一樣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不像上面這裡 這邊是藍色的 這邊變黑色的 然後這邊是綠色的 那這邊也是差不多一樣強度的綠色 沒有特定的偏激化方向 對 就是說 這個LED燈 它發出來的光 沒有特定的偏激化方向 所以它 這個成分 跟 就是電廠在這個方向的成分 跟電廠在這個方向 負回90度 這兩方向的成分 是一樣多的 所以 其實你這邊看到這個 大概被濾掉50%能量的光的強度 可是因為它兩個成分都存在 所以你在這裡面 你是濾掉這個方向的成分 然後在這裡面 是濾掉這個方向的成分 可是出來的 Total的強度是一樣的 那眼睛看起來也是一樣的 所以有些現象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下面 這個我們跳過去 這個不是LED的 那這裡 這裡是另外一個 這是布魯斯的角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這是一個魚缸 看得出來吧 我們拆一下好了 這是一個魚缸 魚缸裡面有水 那水裡面有魚 然後這放在某一個辦公室裡面 辦公室上面就有日光燈 所以日光燈打到水面上會反射 所以 就上面的這個例子 這個圖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魚缸 這個是水面 所以水面就是我們所謂的 dielectric的界面 的一個例子 所以你日光燈的燈打下來 它可以在水面就反射 那它也可以穿過水面之後 碰到魚才反射回來 當然你人看得到魚的是 看到下面的這個實現的這條反射的光線 才看得到 可是因為這個光很強 所以大家如果看這邊的話 這個白白的就是燈光的影子 所以你一看到燈光的影子 其實你就看不太到這個水面下面的東西 魚在下面你就看不到 你只看到很強很強的這個燈光的反射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在 它反射之後 你在你的眼睛之前 或是這個camera之前 加一個我們這邊所謂的偏光片 那偏光片 我們前面有講過 偏光片 不是 偏光片是會濾掉某一個特定方向的光 然後讓另外一個90度那個方向的電廠的光可以穿透 另外我們剛才講布魯斯特角的時候也講說 我在任何角度入射的時候 我的反射波裡面 垂直激化的成分都會大於水平激化的成分 尤其是在布魯斯特角的狀態之下 水平變激化成分非常的小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放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適當的去 怎麼樣呢 適當的去旋轉這個偏光片的角度 其實就是旋轉這個方向 它那個internal的方向性的角度 讓那個角度剛好跟 剛好要濾掉哪一個成分 讓哪一個成分通過 要濾掉垂直的嗎 因為我們要濾掉什麼 要濾掉這個虛線的部分 而這個虛線部分是 這個dielectric的介面的反射 所以這個成分裡面垂直激化的成分很強 水平激化的成分很弱 所以我要濾掉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要旋轉這個東西 然後去濾掉垂直偏激化的那個成分 那這時候虛線就變得很小了 就穿透之後虛線這個部分很小 那你就可以相對來講 就可以看到從魚本身身上 或是你下面那些水草 什麼東西的 這個 就是水面下的東西的 你就才容易看得到 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那個 有的時候你們去那個 公園啊 水族館啊 或是怎麼樣 就是在外面看 那有時候看 因為如果那個日光太強 真的有太陽有導引的話 通常水面下面的東西 看不太清楚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做法就是 你可以放一個偏光片 那一般 你就不會帶一個那個偏光片 在身上跑來跑去 是不是很奇怪嗎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假設你今天出去郊遊嘛 對不對 這時候大家可以去那個 某些商店裡面有在賣太陽眼鏡的 太陽眼鏡當然一方面是 太陽光太強的時候 你要遮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 你去找那種太陽眼鏡 它有時候會說 這個太陽眼鏡是具有偏光的功能 意思就是在太陽眼鏡的那個鏡面上面 它貼了一層偏光片 那那個偏光片就可以 那個當然是不能任意的旋轉 因為你戴上去就戴上去了 可是大家如果看一下 剛才我們畫的那個圖 那個圖其實在滿大部分的 入射角的範圍之內 垂直偏極化強度都遠大於 水平面積化的強度 所以你戴上去之後 其實差不多 大概就可以把大部分 從水面反射的光把它濾掉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看起來 覺得水下面的東西 很多水草看得到 綠綠的 魚看得到 紅色的或什麼的 或是說你看那個樹 山上的樹 因為樹葉的表面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層 類似蠟之類的東西 那東西也會反射回來之後 太陽光會白白的 會閃閃發亮白白的 那就看不清楚那個綠色的顏色 所以有時候你去戴上太陽眼鏡出去玩 會覺得景色會比較漂亮一點 顏色好像比較鮮艷一點的原因 就是你把沒有碰到有顏色的東西 而純粹只是這個界面反射回來的光把它濾掉了 如果你用那種偏光的太陽眼鏡 或是適當的 具有偏光功能的東西 放在你的相機或是眼鏡的前面 不好意思 其實後面還有一張比較好玩的 沒講到啦 不過今天我們大概講這幾個例子 就是第八章 我們講的東西的一些基本的 可能的應用 或是日常生活裡面的一些現象